我嘗試撞他們 我嘗試撞他們 對 我還欺負手槍 手槍是欺負手槍 這個計畫才因此曝了光 但不到數月 盛戰死事 對巴黎展開恐怖攻擊 看得出他們的精心佈局 在目標的選定上面 以及他多點開花的策略上面來講 他確實製造了全世界的關注和恐慌 法國當地時間13號晚間9點20分 恐怖分子先在阿利貝街 和國王噴泉街的酒吧和餐廳 對民眾開槍掃射 美國多久國家體育場 少紅街和巴塔克蘭劇場傳出槍響 短短40分鐘內六起大規模恐怖攻擊 奪管齊功 讓法國警方難以應變 恐怖分子有兩大特色是 這個目前文明世界很難應付 第一個他不想活了 他不怕死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他自己不是為了贖金 從小週末的酒吧和餐廳 到正在演出的劇場 槍手和炸彈客專挑民眾 大量聚集的區域進行攻擊 體育場內法國總統歐蘭德 還正在場上看球賽 京江目標同時展開攻擊 專家研判 IS募集越來越多 經歷過戰爭和受過良好訓練的 偏激穆斯林 從戰局返回 全球防恐將會更加棘手 記者郭先生 張范茸台北報導 好 好